今天我们来用一条吐司 一台空气炸锅 来复刻十年前火边大江南北的甜品 面包的诱惑 先来把吐司给脱模 然后把果面包的蘸料给做上 50克的黄油先给它融化了 加入适量的蜂蜜搅匀了备用 刚才冷却好的吐司 我们给它对半切开 如果说你不会烤吐司也没有关系 你出去买个一条也行 然后把中间的芯给它挖出来 我这一条是450克 如果你们烤的是250克的话就刚好 这个位置给它切开 等会我们的芯好取出来 这样子一个芯掏出来的话 就会比较完整一点 把另外一块也掏出来了 掏出来的这个芯 我们给它切成小方块 一个吐司切了一大盆 掏空的这个吐司盒 先给它刷上一层黄油蜂蜜 面包块也倒进来 每一个都给它裹上黄油 它裹得均匀一点 这一锅炸好了 我们再去炸另外一锅 180度 6分钟左右 我炸好了几分钟 中途还给它翻了一个面 我的天哪 你们看 现在真的是好脆 特别好吃 美食博助就是这一点好 家里什么都是自制的 这个是我之前做的冰淇淋 都被咬成这样了 再挤上白巧克力 还有黑巧克力 再撒上一点花生碎 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 给他们做上一份这个面包诱惑 太有面子了 第一个给它打包上 我要去投喂咯 刚刚打视频给他们说了 估计都等不及了 这个天出门 可以全部武装上 给你们看我勤劳的婆婆 晒了好多长痘 这小树苗长这么大了 我来看看妹妹的 妹妹的小番茄也长起来了 哇 哇 这也太好吃了吧 好吃不 第一次吃 吃这个比吃饭快多了 让奶奶吃一个呢 你看 妹妹把奶奶的手握下 你把奶奶手握上 这孙女贴心 还要喂给她奶奶吃 我今天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我之前不是出去学习三天做蛋糕吗 回来后我发现 找我订蛋糕的人就明显少了 更奇怪的是 看我蛋糕视频的人都变少了 我就是在想 你们是不是还怀念我做丑蛋糕 好了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是一个六层的水果蛋糕 第一层的夹心火龙果 今天的蛋糕配是用老家带来的土鸡蛋烤的 金黄金黄的 第二层放上芒果 拿去电行一会儿 再来把大台盲切一下 今天这个装饭 今天这个装饰估计要一个台盲 这个盒不能浪费 拿给妹妹吃去 妹妹吃芒果新了 姐姐妈妈 来 拿来 你这日子过得好爽呀 你看芒果新吃着 动画片看着 来给她抹面 抹面的奶油稍微打稀一点 几天没有练习感觉把学的又还给老师了 摘了一点清液掉凉给她装饰一下 赶紧给她打包上 已经在下面等我了 哇 两万万 线线 缘缅缅缅缅缠缠 我要肯定一 drie Slide 月亮 万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